大家好 今天要介紹的是自公亞螺絲的認識片 那自公亞螺絲呢 它是屬於螺絲種類的其中一個部分 所以我們要了解的是螺絲的種類是相當的繁多 那其中一種呢 就是自公亞螺絲 那自公亞螺絲呢 它從字面上我們就可以看出它的特色 就是它是可以自公的 所以跟一般我們所知道的機械螺絲呢 是不太一樣的 那這裡如果你有興趣了 你可以到影片底下的說明 這裡會放上螺絲的種類認識片 以及螺絲工的入門認識片 這裡我們就可以了解到 一般機械螺絲呢 我們要怎麼去運用它 那這裡我們屬於的是自公亞螺絲 那自公亞也許你有聽過 但是呢 因為種類是相當多 導致我們還是沒有辦法去分類出 當我們需要使用自公亞的時候 該怎麼選擇 以及這些自公亞有什麼特色 以及我們要怎麼去分辨它 那這裡呢 我會帶大家來入門去認識它 那我們就繼續看下去囉 首先呢 我們來認識一下自公螺絲 那這裡呢 它有另外一個名稱叫做鐵板亞螺絲 我們可能會比較常聽到的是鐵板亞螺絲等等的 那這裡最主要呢 它的尾巴這部分 我們最主要分兩大類 我們比較常見的 第一種是尖尾的 這是我們比較常看到的 另一種是錐尾的 那這部分等一下再來做說明 那這裡我們要知道的 像這類自公鐵板亞螺絲呢 它的頭型是非常多的 那這部分的頭型就是依照我們使用的場合 以及我們使用的工具來做搭配 像是閃頭 圓頭 閩頭 六角頭 等等的 那這部分呢 畫面上就幾種來做示意 因為我們最主要要認識 自公鐵板亞螺絲 所以頭型的部分呢 就沒有再另外多做說明 那這裡我們看到 自公鐵板亞呢 我們可以從字面上知道 它呢 就是屬於 它可以做自公的動作 那鐵板亞 你可能會好奇說 是不是一般的鐵板 我們就都能夠使用呢 其實呢 我們要知道的是 我們使用自公鐵板亞的話 一般會用在的是一些比較 薄板材 如果你可能太厚的話 還是不太合適的 像是1mm 2mm這種比較薄類的板材呢 我們蠻適合使用自公螺絲 因為它前面是尖端 而且呢 它跟機械螺絲的差異在於說 它的牙的部分呢 比較鋒利 而且呢 牙距比較長 所以相對我們在直接把這個螺絲呢 要轉入這個鐵板的時候呢 會相對輕鬆很多 所以它會直接的這樣鑽進去 像這幾種類型都是一樣 或是說有時候我們是使用塑膠 我們要做一些塑膠的鎖附 有時候我們在塑膠的部分呢 會留一個小洞 然後也是使用這類的自公螺絲呢 直接在塑膠的螺柱裡面呢 做一個公牙的動作 所以它可以攻堅鎖 所以這樣子呢 是蠻方便的 那這一部分 雖然它很方便呢 我們像看到這裡 錐形呢 是一樣的道理 那這一部分雖然是非常方便 但我們要知道的是 自公螺絲它能夠 承載的力量呢 是沒有那麼大的 我們跟機械螺絲相比的話 鎖附力是沒有那麼好的 而且有一個最大的重點在於說 我們一般用這種螺絲呢 都比較偏向於使用一次性的 其實就是說 我們當這個螺絲鎖進去之後呢 通常你要拆開的機率是不大的 可能鎖一次之後 基本上就不太會去拆它 因為我們如果在拆又裝的過程呢 因為這個機械螺絲呢 是可以這麼做 因為它是做公牙的動作 但是自公牙呢 它是屬於我們在薄板材上面 或是在塑膠上面直接攻牙 所以呢 一旦你有拆裝的時候 往往第二次攻 可能不是在同一個位置上面 或者是說攻進去之後呢 這個牙會損壞 這個部分我們要注意的 就是這裡 它是不太適合我們常去拆卸 或者是你要承受比較大的拉力 壓力等等 都不太適合 這邊我們要了解一下囉 接下來呢 要介紹的是 割尾螺絲 那割尾螺絲呢 它所運用的呢 就比較廣泛一點 像是我們剛剛所介紹的 至公的鐵板牙 或是呢 它是嘴尾的肩尾都有 或者是說我們是使用一般的機械螺絲 mini牙或是音質牙 也會有這類的各尾螺絲 那有時候呢 就是因為我們的 像是mini牙的 如果呢 你是在做一些塗層的時候 類似烤漆 那有時候你的牙呢 是有一些粉體塗層的時候 不容易把螺絲鎖進去 但又沒有辦法用螺絲工去做尋牙的動作的時候 我們有時候運用這種割尾螺絲是相當方便的 它可能就是我們不需要做尋牙的動作 運用這個割尾的原理呢 我們直接可以把螺絲鎖進我們需要的牙的部分 是很方便的 它最主要呢 我們在這個尾巴呢 做一個割尾的動作的時候 當然它割尾的一個形狀呢 不一樣 都有一些類型可以做選擇 那這裡呢 我們一旦割過之後 我們就會有點類似螺絲工的排卻藻 那我們會發現說 一來呢 我們在 做材料工的動作的同時呢 會更容易的把材料工進去 再來呢 你會發現說 它這個部分呢 會變得比較銳利 導致說我們在工的時候 你會發現會相對的輕鬆 或者是說它可以把表面的一些材料呢 去除掉等等的這種原理 所以我們最主要割尾螺絲呢 它在運用的時候 我們會發現 我們更輕鬆的可以去做鎖符 最主要是這個原理 那這邊呢 幾種形式讓大家去認識一下 你看到的螺絲是不是有一部分呢 它的尾巴是被割掉的呢 它這個就是屬於割尾螺絲的部分 接下來呢 要介紹的是 鑽尾螺絲的種類 那鑽尾螺絲呢 在自公牙螺絲裡面 是相當經典的種類之一 那這裡呢 我們從字面上 就可以大概知道 它有一個鑽的功能 所以鑽尾螺絲呢 它其實呢 是三種功能 合成一體的一種螺絲 是哪三種呢 第一種是鑽孔 所以我們從前端看 它的尾巴的地方呢 是一個鑽尾嘛 所以它的鑽尾的意思呢 其實呢 就是跟鑽頭是一樣的原理 它可以做一個鑽孔的動作 再來 中間牙的地方呢 它有可能是一個 鐵板牙的形式 或是其他的形式 那這個部分呢 它就做一個攻的動作 就可以把我們的材料呢 攻出這個牙型 再來最後 當我們攻完之後 運用這個華絲的面呢 或是螺絲頭的面 做一個鑽緊的動作 所以它是一個鑽間弓間鑽緊 三個功能合一 這裡你可能會好奇說 如果是這麼方便 那為什麼我們不要所有的螺絲 都運用這種方式呢 其實當然它還是有缺點的 它的原理在於說 我們在鑽的時候呢 前端呢 鑽出來 到這個弓的部分 它是屬於 把材料做擠壓 然後呢 才達到做鑽緊的動作 所以這個部分其實是有疑慮的 所以跟剛剛前面我們所提到的 我們的制弓鐵板牙 一般呢 都運用在一個鑽板材 或者是說你在鑽附的時候 是比較屬於一次性的 或是輕量的固定 當我們如果是這種 非常重型的 我們還是需要使用機械螺絲 因為這部分會比較不合適 它承載力沒那麼好 你有時候呢 你如果 用在非常大的承載力的時候 你運用這類的螺絲 你會發現 它可能因為震動或是受力 導致這個牙呢 就鬆脫 或是這個牙直接崩壞 那這邊就是有這種存疑的疑慮 所以我們還是要看場合 來使用鐵板牙 或是鑽尾螺絲 像是我們在 裝潢類的 我們可能常常會看到這種鑽尾螺絲 直接鑽孔 公牙 鑽緊 那是屬於一次性的 鑽進去之後基本上 要拆的機率也不高 或是拆的時候呢 可能我們直接換一個新的 或是重新鑽一個位置 那這類的是相當方便 如果您是常常需要鑽尖攻堅鑽 而且呢 是運用的是比較輕量性的 那這類的螺絲會非常方便 那這邊呢 往往都會搭配的電動工具來做鑽附 因為我們需要鑽的動作嘛 需要高速旋轉 我們如果是使用手動工具的話 是雖然還是可以做 但是會比較費力一點 所以我們運用電動工具的話 是相當快的 直接鑽過去鑽緊 鑽過去鑽緊 是很方便的 那記得要看場合使用 接下來呢 要介紹的是木工螺絲 那木工螺絲其實呢 它可以分的種類是非常非常非常多的 那這裡呢 我們是介紹的是我們比較常見的 最主要我們要讓大家來認識一下 木工螺絲它的主要功能是什麼 所以類別的部分呢 就沒有再細分下去 那這裡呢 我們先大概可以知道 木工螺絲呢 就是用在木工類的所附用的 那所以我們從它的牙伸呢 第一個它前端呢 大部分都是尖維的 再來它的牙伸的部分 它的這個地方呢 牙會比較鋒利一點 以及說它的螺距呢 會大一點 所以呢 它這樣的設計呢 我們會更容易的 把木工螺絲呢 鎖布在 木頭類的材質裡面 咬合力會更好的 再來我們會發現說 木工螺絲呢 它的牙伸呢 往往都是牙長比較長 有一部分呢 是半牙的 因為有時候我們可能是用在 木頭跟木頭之間的鎖布 那有的地方呢 我們木頭就需要做鑽孔 那這部分就是在做這樣的使用 當然有時候我們存鎖布 木頭的時候 也有可能也會用到鑽孔 那為什麼 因為有時候呢 我們如果 因為材質的關係 有的木頭呢 材質比較硬啊 等等呢 這類的 我們直接用 木工螺絲鎖進去 然後會發生什麼事呢 有的木頭會直接裂開 那我們如果在木頭呢 先玉鑽一個小孔 然後再把 木工螺絲鎖進去 你就會發現 這個裂開的痕跡呢 有時候是沒有了 或是有改善 所以有時候呢 我們運用鑽孔跟 木工螺絲來做搭配的 當然這部分呢 有一些設計是屬於 我們不需要玉鑽孔 那我們可以直接用木工螺絲鑽進去 這種螺絲也是有的 但是因為比較細 那這邊就沒有再來介紹 那最主要我們就看到 第一個 銘頭呢 是我們木工螺絲比較常見的 再來 大部分都是尖尾 再來呢 它的 螺絲的長度比較長 以及說它這邊比較鋒利 我們更容易鎖附 木頭的材質 以及把它 老老的抓住 那這邊讓大家來認識一下 接下來呢 我們要介紹的是 乾牆螺絲 那乾牆螺絲 我們從字面上大概可以理解 它呢 是運用在牆壁上的一個螺絲 那這一部分呢 它的特色在於哪裡呢 我們直接來看它的牙身 那我們如果跟木工螺絲來相比的話呢 它的牙的地方呢 會更鋒利一點 那這個部分在於說 我們呢 會更容易的可以做 鑽的這個動作 所以它固定上呢 會更容易一點 以及說 我們更鋒利的牙呢 它的咬合力也會更好 那這裡它的頭型也是相當多的 像是 丸頭 閃頭 平頭 或是閩頭等等的 都是有的 甚至有一些呢 它的長度非常長 因為有時候 我們的牆壁 可能比較厚 或是呢 我們有其他用途 會用這類的 甚至說呢 它可以搭配 鑽尾 這個形式來做一個 搭配 就是鑽間 弓間鎖 一樣 我們可以運用在 乾牆螺絲 這類的一個種類 以及說 有一個比較特別的 它是屬於高低牙 那這部分也是 我們要增加它的 咬合面 那這裡呢 高低牙呢 它又稱雙螺紋 等一下後面會再來做一些解說 那這裡也是運用的 地方也是蠻多的 我們就來 看一下周邊 是不是有這類的 乾牆螺絲 那這裡 我們從字面上很清楚 原來 它是運用在牆壁的 再來呢 要介紹的是 水泥螺絲 那你可能會好奇說 不是要介紹螺絲嗎 怎麼會看到 壁壺呢 那這裡呢 先大概跟大家說明一下 等一下再來講 水泥螺絲呢 我們會更了解的 那這部分呢 我們就是 稍微提一下 水泥螺絲 一般我們會看到呢 有可能會搭配 水泥鑽頭 我們需要做 鑽一個洞 那像這種壁壺呢 我們就是會打進去 內牙外牙都有的 那這一部分呢 它又稱是 膨脹螺絲 就是運用後面這個部分呢 當這個地方塞進去之後 內部做膨脹 以至於我們可以固定在水泥牆壁 或是水泥上面 那這部分就 外牙或內牙 我們可以去做運用搭配的 那再來我們回歸正題 我們來看一下水泥螺絲 所以水泥螺絲呢 它其實有分種類 有一種呢 我們可以直接的 不用鑽孔 我們直接可以把水泥螺絲 打進水泥裡面 另外一種呢 就是我們需要做鑽孔的動作 當然這一部分呢 我們就看我們選用的是哪一類的 一般有肩尾的 我們可以直接這麼做 那如果沒有肩尾的部分呢 一般我們都是要預先鑽孔 那這裡呢 我們來大致上來看一下 我們就會發現說 水泥螺絲我們怎麼分辨 其實很直接的 我們看它的牙 我們就大概可以分辨出來 大部分水泥螺絲 它所做的都是高低牙 高低牙是什麼意思 我們其實從畫面上呢 我們直接看它 就知道一高一滴 一高一滴的 它就是屬於高低牙 那高低牙呢 它有另外一個名稱叫做 雙螺紋 其實我們高低牙 我們如果其實把它分開看 它就是一個比較高的螺紋 跟一個比較低的螺紋 所以它是屬於雙螺紋 那這部分的用意在於說 我們要更容易的呢 把它咬合在我們的材料上面 所以一旦我們供進去之後呢 這邊呢 跟材料做擠壓 它有兩種螺紋的形式呢 兩種不一樣的擠壓 然後這樣擠壓的時候呢 它的咬合力會更好 我們的螺絲呢 就更不容易鬆脫 最主要是這個用途 運用在一個水泥的 材質上面的一個水泥螺絲 那這邊讓大家了解一下 最後呢 來總結一下 自公雅螺絲的認識篇 那其實自公螺絲它的種類 還有非常多的 那我們今天呢 是因為 以入門要來認識自公雅螺絲 所以呢 普遍的介紹幾種常見的 其實如果在細分的話 還有一些 因特殊的功能而 產生的螺絲 所以有些是屬於 特殊螺絲 或是客製化螺絲 像是有些是需要 高扭力型的 或是 抗腐蝕型的 或是你在鎖的時候需要 聲音小的 像是靜音螺絲 或是我們在 公雅的時候 或是自公的時候 需要更快速更便利的 這類的都有 那這部分呢 是比較深入的 就沒有在做探討 那今天呢 最主要是 我們來講解它 最大的功能 就是可以自公 所以呢 我們在材料呢 是不需要 預先公雅 甚至不用 預先鑽孔 我們運用 自公螺絲 它的特性呢 直接把這個螺絲呢 鑽進去我們的材料 以及鎖緊鎖附柱 是很方便的 所以我們在作業上 會更便利的 那當然我們還是要 因為我們使用的場合 跟工作的環境來做選擇 並不一定說 自公雅可以運用 在所有的場合 有時候呢 我們如果需要 高強度 高扭力 或是說我們的螺絲 需要常常做 拆卸的時候呢 我們就不太適合 使用自公雅螺絲 因為它不適合做拆卸 容易崩牙 或是說 它強度不夠 導致說 我們在結構上呢 它會呈現破壞 這樣都是不好的 所以呢我們只要 選對場合運用自公螺絲 那我們呢 在這部分就會更便利囉 那今天的教學呢 就到這邊為止 我們就期待下一次的教學吧 掰掰